宠物餐厅有狗有猫已经不稀奇 但你看过镇店宠物是蜥蜴的吗 全高松第一间爬虫餐厅 店里除了蜥蜴还有蛇和乌龟 多种两栖类爬虫生物 喜欢两栖类动物的老板阿辉 想要借由餐厅来扭转一般人对这样冷血动物的刻板印象 你没有看错记者现在身上的有一只金发缅电吗 来到这间另类的宠物餐厅 不但可以跟爬虫类动物做近距离的接触 还可以享受各种美食餐点 小姐你的意识披萨好了 谢谢 尽管是两栖类动物餐厅 店里的餐点可是一点也不马虎 除了多种的蛇类 这间爬虫餐厅还有鹿龟和蜥蜴 正店之宝苏卡达鹿龟就在店里逛大街 老板阿辉很喜欢边关爬虫动物 在前景区开设高松第一间爬虫类餐厅 提供民众来场近距离亲密接触 有些会觉得很奇特 有些会尖叫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我们就会去 因为我们会看小朋友的反应 那其实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触碰 我们都会让小朋友去说 那你要不要默默看 那外面你猫狗餐厅不可能让你就是 宝贝跟猫猫都有一个脾气在 然后也是也会 有时候玩会过于热情 但爬虫类你就是可以看他在那边进食 然后又不会太大动作的吓到你 爬友们带着自己的爬宝贝 有红尾蟒 金发 缅电蟒 还有豹纹鹿龟 在店里互相交流分享饲养心得 也打破爬行类动物凶猛可怕的刻板意象 个性大都很温和 我觉得蛇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蛮美丽的 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大型的宠物 所以我直接养上大蟒 然后因为刚好是家里也说没有反对 然后也有空间 所以想说也算是培养自己一个兴趣 会跟他说说话 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有人跟他说说话 对他不会反应就是一个心情的发泄这样 对对对 有个重要的办法 不然一个人住这样很无聊 不知毛小孩有专属的空间 现在连爬小孩又溜达的去处 店里各种爬虫类动物绝大多数从国外进口 电温的特性能适应环境冷热比想象中好饲养 不会吵不会闹 然后生命又够长 然后也不用说像猫狗 一天可能主人不在家就要担心它会饿肚子 它们变温动物可以比较长时间不吃东西 一般的宠物店都是猫狗比较居多 那这种爬虫餐厅这是第一间 对对对 拍业至今一年多 零距离的互动加上解说 为了就是要颠覆一般人对两期爬虫类动物的接近印象 老板也强调爱它就不要随意弃养它 这次养钱务必了解成长后的体型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前来体验 享用美食有习义相伴的另类感受 记者李嘉隆罗绍军高雄报导